連跌五個交易日的港股 昨日幾經增持 忠於為跌市或常憂止符 恆指得以回升九十九點 收報一萬七千五百二十三點 成家額繼續減少 僅九百六十三億元 較上日少三百零九億元 昨日止跌 好友雖不至於出進 九牛二虎之力 但顯然地亦非一帆風順 好淡數度增持 恆指升降亦多番亦首 以昨日高點計 為一萬七千六百四十點 升二百一十六點 低點則見一萬七千三百七十五點 跌四十九點 上落波動二百六十五點 個別發展續唱主調 板塊輪動亦非罕見 先一陣齊受壓力的科網股 昨日終於擺脫頹勢 部分股份有反彈 例如阿里巴巴 零九九八八 在低見七十三點零五元後 彈上七十五點四元收市 升百分之三點一 京東零九六一八 收二百零四點二元 升百分之三點三 環友快手 零一零二四升五 百分之六 騰訊 零零七零零 升百分之一點六 都表現良好 至於美團 零三六九零 則是唯一下跌的科網股 估計是市場關注騰訊的南非大股東會出售騰訊派出的美團 異類普通股 而據外電消息 該大股東已表示 確有此意 內銀股繼續穩中求進 而內險股就開始唱海歌 中國人壽 零二六二八 直逼十一元關 交頭增加似乎進遣元機 此股基本因素受惠當前的高利率環境 手握現金滲風 可加碼作投資 就算穩穩陣陣做存款 也較前收入為多 五十二周高價十五點零四元 現價十點八四元 仍有追回更多失地的機會 以周式律計 七點五離亦屬不俗 與此同時 中國平安 零二三一八 也多了捧場客 可一併留意 有人問 友邦01299怎樣 我的回應是 此為保險業的龍頭股 並無疑問 不過由於美國對華政策動不動就制裁 與其視性對待 不少中國人對此非常反感 因為買保險會每事不生的事 所以美資保險公司的業務拓展未必如想像搬好 是其國策史言 亦怨不得別人也 買保險股 我仍認為中仁壽 平安為首選 但始終斷了五連錯 是否就進入回升的快車道 我估計還未是時候 以前講過磨合期要長一催 因為升月18,000關的阻力飛輕 現時 最好的走勢是繼續在17,300至18,000點區間上落 令大家逐漸習慣 一旦有好消息出現 就可以豪然進入18,000關的軌道了 個股方面 阿里巴巴回湧 可優先留意 約其附屬螞蟻集團 再傳出罰款10億美元後 宣告完成整改 執行勢會對阿里有利 相信阿里幕後人也會找緊機遇作出適度回應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